在台南街头有一辆游览车开到一半 车子却熄火抛锚了 直接停在路中央 不过正值上班尖锋时刻 担心来车闪避不及造成追撞 有三名远景河里徒手推动 16顿重的游览车望迁300公尺 停靠路边等待救援 游览车直接停在路中央 机车过不去 汽车也没办法 大家只能左切 显向还生 大车卡路中实在危险 远景决定化身大力士 三名远景 两人在车尾 一人在侧边 一边徒手推车 一边给车上的司机下指令 气喘吁吁 废了一番功夫 游览车这才在路边停好 等待到路救援 事发在30号 早上7点多 台南中意路与明泉路 原来这辆游览车发动机故障 十字路口过一半动不了 担心来车追撞 首要目标 要把车移到路旁 于是远景与驾驶合力 推了300公尺 但游览车重达16顿重 推游览车这一幕 也让不少路过民众好奇 以为是什么 警察心事训练 远景在路上推行游览车的画面 也让许多民众驻足为观 并对远景深表赞叹及感谢之意 好在远景勇猛推车 让游览车离开路中央 否则正值上班尖峰时段来往人车 若散必不及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台南环夫琪采访报道